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来五个新闻事件 第一个新闻事件是拜登与特鲁多举行双边会谈 商讨共同反制中国威胁 美国总统拜登谴责中国当局继续拘押两名加拿大公民 并表示美国将与加拿大一道共同反制中国的威胁 拜登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23日通过视频举行了多名官员参加的双边会谈 在对媒体开放的会谈开场白中 拜登说 中国将是这次美加峰会的一个主要议题 两个小时后 在会议总结发布会上 拜登说 他与特鲁多总理探讨了双方如何加强应对在西半球和全球出现的一些重大事物 包括协调行动以便更好的与中国竞争 并反制中国对美加国家利益和价值的威胁 拜登说 让我重申我们支持争取被拘押在中国的两名加拿大人斯帕弗和康明凯或是 人类不是谈判筹码 你知道 我们会一起努力 直到我们将他们安全接回 加拿大和美国将站在一起共同反对侵害普世人权和民主自由的行为 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 拜登总统谴责了对康明凯和斯帕弗的任意拘押 并保证会为争取他们的释放而努力 一星期前 美国等50多个国家签署了加拿大牵头起草的反对在国与国关系中任意拘押宣言 反对一些国家把拘押外国公民当作外交筹码 尽管宣言没有点明哪些国家任意拘押他国公民 中国政府对这一宣言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称已向加方提出严正交涉 中方的声明说 加方宣称反对任何拘押 却充当美方帮凶任意拘押中国公民 企图把孟晚舟用作美方打压中国企业的筹码 白宫23日的声明还说 美家领导人还讨论了两国如何更紧密的协调对华政策 如何应对中国对美家两国共同利益 以及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挑战 包括如何应对中国胁迫性和不公平的经济政策 以及中国对国家安全的挑战和践踏人权的行为 两人也讨论了在气候变化等影响人类共同利益的问题上 如何与中国合作 第二个新闻事件是180个国际人权组织呼吁抵制北京冬季奥运 多达180个国际人权组织将2022北京冬季奥运 冬奥定调为种族灭绝奥运 并公开呼吁抵制后 未来一年对中国这个人权记录 不佳的奥运东道主来说 很可能是充满争议和难堪的一年 针对抵制呼声 目前国际奥委会的全球赞助商大多晋升不表态 但部分观察人士认为 这是因为赞助商还未感受到政治压力 他们说 明年2月赛事登场前 全球谴责北京在新疆设立集中营 渐进维吾尔人等少数民族 或打压香港人权和民主等之声浪将与日俱增 也应该会有不少运动员勇于挺身表态 届时 中共将面临许多难堪的场面 而赞助商也会感受到抵制声浪 对其公司声誉灵响 不过 也有分析人士反对将奥运赛事与政治挂钩 并指出这样的抵制 虽有损中国形象 但最终受害最深的恐是运动员的参赛权益 且很可能无助于改善新疆现况 美国史密斯学院经济学教授 同时也是奥运经济学专家的安德鲁 星巴里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目前的局势非常诡谴 已有美国 加拿大和澳洲等政治人物 以中国的人权记录违反奥运宪章为由 支持取消北京的主办权 或抵制2022北京冬奥 他说若此一对新疆 香港 西藏等议题的抗议声浪持续不断 这对中国将是非常难堪的负面宣 也会连累到奥运全球 伙伴赞助商的声誉 虽然目前大多数的赞助商都不愿表态 他说每一家赞助商将会评估政治抗议的态势 和抵制的严重程度 目前 国际上对中国主办争议和人权议题的抨击才刚开始 冬奥 在是12个月后才会开幕 因此 有些公司尚未感受到政治压力 或抵制哭声 对其产品的可能冲击 但会的 他们会感受到与日俱增的政治压力 新巴里斯认为 各界目前仍还忙着防疫 也叫关注7月即将登场的东京夏季奥运 因此 尚未将注意力撞至北京冬奥 但他认为 只要抗议中国人权记录的声浪持续 并引发负面的宣传效果 例如美国可口可乐这种大型赞助商 未来就可能会向国际奥委会私下施压 不过 即便可口可乐真的依北京 违反奥运宪章为由来和IOC谈判赞助问题 最后可能演变成对各方形象 都不佳的法律战 因此 这类斡旋只会在台面下进行 不会公开化 最后也很可能仅会以少付点赞助费来收场 新巴里斯说 奥运其实是赔钱或 被靠赞助商的财力来支撑 因此 企业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不可小觑 其对主办单位有一定的影响力 北京已主办过2008年的夏季奥运会 应该很清楚 本奥运劳力伤财 也无法刺激经济或旅游业 中国现在仍积极主办奥运 其实着眼的不是盈亏 而是国力的展现 他说 对习近平或中国来说 主办奥运将提升他们在国际舞台的地位 奥运为他们带来曝光度 也让他们取得正当性 与国际奥委会所宣称之对人权 世界和平的推崇 以及对体育发展之推广等面向 乃至赛事有所连结 这也是部分国家 抵制2022北京冬奥的原因之一 因为他们担心各国运动员 会成为中共宣传的工具 而建议取消北京的主办权 或者以不派运动员参赛 或不派外交使节 或人员出席的方式 来抵制2022北京冬奥 在运动员方面 辛巴里斯教授说 至少在美国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运动员 愿意透过社交媒体 来做政治表态 特别是针对种族歧视的相关发言 这其实可以争取到 很多追随的支持者 运动员光是在社交平台的政治 表态预过就可以创造 高达12亿美元的营收 因此 政治意识较强的运动员 越来越敢于发声 辛巴里斯教授认为 未来针对北京的人权问题 可能也有运动员会发出正义之声 虽然很多公司会很敏感 但如果他们选对面 选择和发出正义的运动员或消费者站在一起 也可能反而会刺激销售量或提高客户对产品的忠诚度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李夏提热西提在接受采访时指出 大型奥运赞助商都已收到人权团体所联名发出的公开信函 呼吁他们抵制2022北京冬奥 或透过他们的平台来教育大众 有关新疆集中营的议题 人权团体主张 犯下种族灭绝罪的中国已经违反奥运宪战和精神 因此 国际奥委会应主动纠正其错误 取消北京的主办权 并将2022东奥移至其他城市进行 如果国际奥委会坚持促成北京的种族灭绝奥运 人权团体将持续呼吁各国政府 运动员 赞助商和消费者发出正义之声 全力抵制2022北京冬奥 和中共此意严重践踏人权的政治体 如果妥协 那么北京会利用各种方式 来达到自身所需求的政治目的 所以说 在冬奥问题上 我们呼吁应当采取更加强硬 明确的立场 任何的妥协或任何的对于中国暴雨期望 都是变相的对于专制的国家的一种支持 第三个新闻事件是香港财政预算国安拨款达80亿港元 拒绝公布具体明细 香港政府公布新一份财政预算案 首次披露国安费用达到80亿港元 但这比一次批过的款项 香港政府一反常态 拒绝公布具体细项 连人员编制都没有 有学者认为 香港政府实际上已把大陆国安概念 完全套用在香港社会 港版国安法在去年7月1日实施后 大批大陆国安人员进驻香港 由于人数众多 直接租用了香港一家中资酒店作为办公地点 前立法会民主派议员一直追问政府 这批国安人员实际开支由谁负责 政府都没有回应 过去大半年 香港警方国安处人员在全港进行大抓捕 拘捕了大批民主派人士 预算案的开支预算摘要注明 香港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开支 根据港区国安法 经行政长官批准 财政司司长应当从政府一般收入中 拨出专门款项支付关于维护国家安全的开支 并核准所涉及的人员编制 不受香港特别行政区现行有关法律规定的限制 此项80亿元的拨款数上述的专门款项 用以支付关于维护国家安全未来数年的开支 多名记者在记者会上追问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有关80亿元的具体支出为何 他强调绝对是公开 透明 但他在整个记者会上都未有透露细节内容 在制定国安开支时当然有列出需要什么人 编制是怎样 做什么 而这个预算提出来之后 国安委员会也有看过 经行政长官批准 过程当中我当然有参与 亦有责任参与 其他详情在这里就不便多讲了 外界关注 80亿国安费如何制定 实际有多少 相比各香港纪律部队今年的最新开支预算 有3万编制的警务处为250亿元 1万人编制的消防处预算为79亿元 7000人海关为53.9亿 6500人呈交署为47亿 不过 因为80亿国安费数未来几年的开支 难以单一比较 如果以香港人口约750万人计算 每名香港市民为80亿国安费用 攻陷了逾1000港元 由于国安法第16条 规定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可以从香港以外聘请人员 如果以中国执法人员估算 一名深圳公安月薪起薪约11300元 80亿元每年可聘用约59000名深圳公安 作为落实及执行国安法的决策部门保安局 未来一年预算开支为12.1亿元 较上一年的8.9亿元大幅增加35.7% 至于负责检控工作的律政司 年度预算开支为25亿元 亦大幅加了三成 第四个新闻事件是美国宇航局伊犁号火星车 传回人类首次听到的火星录音 美国航空航天局NASER公布了人类首次听到的在火星上 录下的声音 这颗行星表面的一阵清风 同时公布的还有伊犁号火星探测车 传来的全境画面 在22日晚间举行的远程记者会上 NASER科研人员公布了伊犁号上星期四登陆火星时拍摄的视频 伊犁号着陆时 打开了红白色的超音速降落伞 并使用了火箭动力悬浮无人机 将探测车的轮子降落在火星地表 掀起了一阵烟尘 探测车穿越火星稀薄的大气层 在被称为一则罗环形坑的一处痕地内清清楚的 安装在探测车不同角度的摄像机 拍下了降落过程 除了视频和照片外 NASER的科研人员还公布了人类首次听到的火星地表丰盛的录音 NASER科学家代夫格吕埃尔提到 麦克风捕捉到了一阵风声 并伴随着探测车本身发出的轻柔运转声 格吕埃尔说 他们的分析显示 声音来自每秒速度 约为5米的一阵风 这一项目的首席丞相科学家贾斯汀马基 对记者们说 这就是它 这就是火星 我们进入了我们的位置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 我们将进行探索 伊利浩在历时7个月 并行驶4亿7200万公里后 上星期抵达火星 按照设计 伊利浩将从火星岩石中提取样品 用于今后送回地球进行分析 科研人员希望找到潜在固沉积物 样本中的生物特征 这是人类第一次 收集来自另一颗行星的样品 第五个新闻事件 是中国中央电视牌下月复播NBA赛事 央视是在2019年10月起 因为NBA球员公开支持香港反送中运动 以停播NBA赛事方式表达抗议 环球时报英文版23日引述中国体育记者消息称 央视将于3月8日起将复播NBA 首场直播为全明星赛 环球时报的报道指 央视早前未有播出今个赛季的比赛 是因为正和NBA签订转播合约 央视暂未对此有任何回应 消息在网上引起广泛讨论 有网民称有CBA看也挺好 早就不看美之篮了 爱播不播 但亦有网民批当初美国老说的真准 用不上两年中国人就会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篮球就是篮球 体育就是体育 跟其他任何事情没有关系 2019年10月当时修斯顿火箭队前总经理莫雷于 Twitter上传声援香港反修力运动图片 图中有支持香港的字眼 掀起风波 事发后央视体育频道发声明 决定暂停射击火箭队赛事转播等一切合作交流事宜 进播NBA赛事 事件导致NBA在中国损失接近4亿美元 好了 今天的言归正传大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明天再见